你没看错 这不是一只海参 更确切地说它是500克的黄金 这就是海参中的劳斯莱斯的白玉海参 刚捕捞上来的白玉海参 有经验的刀工师傅会让其自然吐晕 七星刀在手尾割来上一刀 随后从柔软的腹部将其进一步划拔 掰开肥美的生肉 中科的内脏在嫩白的生肉的凸显下 显得格外突兀 继续将不可食用的内脏取下 只保留白肉之作 为了将海参的鲜味极致饧出 师傅会借用盐巴对海参进行戳洗 让其渗出多余汁水 将鲜甜进一步浓缩的同时 表面氧化变黄的色素也会一并带去 让生肉属于精英 独特的基因缺陷 让自身缺失了合成色素的功能 这也是呈现通体嫩白的原因 这有点类似我们熟悉的白花生物 光是这一只就足以让我们一年白干 继续将生肉泡入酱油 冷冻一小时 通过酱油的鲜 将生肉的鲜甜属性提升到难以言喻的高度 摆入盘中 点缀上五颜六色 一份价值500克黄金的海参大餐 就制作完成了 一般是搭配香油一起品尝 一口下去 就足以让普通人终身难忘